老师教得好也要学生够努力 现在即将进入毕业季节 一般学生为了感谢施恩都会举办谢施宴 不过云林县的大德工商却是反过来举办谢施宴 半斗请学生来吃 一方面鼓励学生三年来的优异表现 同时也未免学校老师的辛劳 外汇业者忙着准备食材 准备要用最好的菜色煮鬼毕业生来吃 因为最近毕业季来临 以往学生都会举办谢施宴来感谢老师 不过会在云林陡兰的大德商工 却举办谢施宴来感谢学生三年来的好表现 校方表示 这次毕业参会总共有500位毕业生来参加 校长各式以嫁女儿办喜事的心情来参与 希望这些毕业生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 也未免学校老师的辛劳 我觉得三年级同学上会就位 让他们跟家长拿钱来办谢施宴 没有什么意义 也让家长破位 这样也不太好 校方也说 即使从民国八十一年开始 校方每年都会举办毕业参会 目前已经连续举办超过二十年 最主要就是要取代谢施宴 不让学生破费请老师 学生也能透过毕业参会 向市长表达三年来的感恩情 校方未来会年年举办 让这项传统延续下去 接着网络雄原理报道